与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相比,淮海战役被认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是比较特殊的战略决战。 根据史料记载,国共双方在最初都没有想到,淮海战役,会演变为整个中原地区的主力决战,因此解放军的战前准备也不是特别充分,毛主席戏称为加生犯。 有意思的是,淮海战役最初设想的提出者,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素玉大将,是一位善于大神仙让的杰出军世家,他最初所设想的淮海战役并不是后来的加生犯。 那么素玉大将最初设想的淮海战役,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随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到了1948年,全国局面对于解放军已经越来越有力,于是毛主席便让素玉大将率领七个纵队渡过长江,将战线进一步推向反动派的统治后方。 但素玉大将却认为留在江北继续作战更为有力,在听取素玉大将的建议后,毛主席取消了渡江的命令,但要求华业要在江北多打胜仗,加速解放全国的进程。 素玉大将也没让中央和毛主席失望,连续打了好几个打胜仗,歼灭大批敌军。 在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解放了山东省升回济南,华业发动济南战役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吸引徐州的国民党军主力北上而围城打员,但由于徐州国民党军不动如山,围城打员的目标未能实现,华业用来打员的三分之二主力部队也没参战,几十万官兵干作者不是个事,所以素玉大将立刻考虑下一个作战目标。 于是素玉大将决定解放淮音、淮安至海州、连云港一带及淮海地区,素玉大将的目标有两个。 一、歼灭驻扎在这一地区的两个国民党整编师,二、解放淮海地区,可以将苏北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因为战役目标是淮海地区,所以这场战役就叫淮海战役。 毛主席基本同意了素玉大将提出的战役设想,但认为用华业三分之二的主力,歼灭两个国民党军有些大才小用,认为可以将当时在淮海附近的黄百涛兵团也列为战役的坚定目标。 于是解放军淮海战役计划的目标确定,为歼灭以黄百涛兵团为主的国民党军,解放淮海地区,如果只是歼灭黄百涛的话,华也在整体实力上拥有很大优势,完全算不上加生犯。 但解放军的淮海战役计划与国民党军的徐邦会战计划之间,产生了奇妙的连锁反应,淮海战役也就从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你放多了自然就成了,加生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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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